目前正值稻米的修根期 位在清水区港区艺术中心旁的农田 有农友就利用这个修根的期间 在农地种植了大波斯菊向日葵等花卉 目前是已经盛开绽放 十公顷的农田变成色彩缤纷的花海 编织成一片美丽鲜艳的花坦 农地区公所也把握机会宣传观光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欣赏 粉色白色还有紫色一大片的波斯菊花海盛开绽放 形成色彩缤纷的花海美景 位在清水港区艺术中心旁的农田 因为冬天正值休耕期间 地方里长和农友就种植大波斯菊和向日葵等花卉 目前已经盛开绽放 吸引不少民众拍照留念 我们这段就是在休眷的时间 那么我们为了要美化环境 像说把这个休眷的中间 都没有在製作的中间 我们就来立美化 当初是我们自己花齐 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土堆 今年度下雨雨量比较少 所以花长得比较没有那么成长的那么多 但是看起来还可以 因为我尽量为这个社区来种花 我就尽量把花种每一点 婆婆妈妈跳舞炒热现场气氛 一旁还有设置摊位 推广当地农特产品 配合花海景致 清水区公所也把握机会 加强宣传观光 让民众了解清水小镇的魅力 我们的清深水起 水印花海的活动 今年已经举办了 第二次的活动了 希望说借由本次的活动 来让更多人来认识清水 知道清水 进而来促进我们清水的观光产业 活动经济 带小朋友来玩很开心 星期都会很好 看了花都很漂亮 像日葵迎风摇曳 十公顷的农田 变成一片美丽鲜艳的花坦 地方表示由于花期 直到二月下旬 想欣赏美景的民众 可要把握时间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不到